他覺得他伴奏女郎位置最好的 我不需要像跳舞的那邊 要來來去去要趕場去跳 就是坐在鋼琴這邊 然後伴奏 為某些歌手或人跳舞的人伴奏 就是坐在鋼琴 然後即時是照時間收錢的 兩回無法 對對 伴奏女郎沒有伴奏 他是秀場的 某一個秀庭專門伴奏女郎 幫所有的 得跳舞的人來伴奏 就坐在那邊來伴奏 或者是來練習 直接坐在那邊 他就要坐在那邊最溫暖最舒服 不用像其他跳舞的 他到他要去餵他的戲服 去看去去縫紉 然後又要去埋什麼 就是要到處奔波奔波 他覺得他伴奏女郎位置最舒服 就坐在那裡 反正等你們 這是他 這是他其中一個一個一個角色 然後他帶著他的兒子 那個一個一個一個 他應該也是擔心嗎 他帶著旁邊 那我一定要我要要身典一下 因為我以前在 我以前在德國很久 然後 你以前在德國哪裡念書 我在柏林 在柏林 在柏林 待多久 我在柏林14年 14年 那可是因為有時候冬天很冷 像我們就會去羨慕 什麼什麼音樂 什麼音樂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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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吹長笛跟台南大劍器 那就是因為天氣很冷 有時候教堂 有時候教堂很冷 所以我們反而會羨慕那一種動作很多的 所以我這樣 因為他們好溫暖 可以一直保持動 然後我們就只能很優雅的坐在那裡 然後覺得好冷 好冷 然後等到要彈的時候 就會覺得可能要彈讚音啊 然後冷到就是整隻手在那一塊 然後自己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要互作優雅做 這樣子 所以這 這一段我一定要反駁一下 而且因為其實像伴奏的人 他說他在室內啊 他室內 還是一樣很冷 因為常常那個教堂的暖氣是座椅暖氣 所以台上最冷 真的 而且有時候窗子會透風 沒有有可能是屁股是熱的 然後前面是冷的 所以我們知道 可以知道你去那個地方 其實跟裡面的抱怨場地是一樣 應該還是差不多 對差不多啊 應該差不多 裡面他有一個我覺得 談到說因為巡演涉及到移動 移動會涉及到很多人會覺得說 到處去巡演很好啊 可以到處去旅行啊 那你就聽到裡面 其中一個人講什麼話 他說 勞勞我吧 還看什麼旅行 不可能改變我的看法 我猶利過建設一些國家 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樣的 一定會有以下的東西 一 能工作討生活的歌舞秀長 二 能飽餐一頓的慕尼黑市啤酒屋餐廳 三人耶穌一碗的破爛旅館 當你環遊世界一周 你就跟我一樣的想法 另外補充幾點 到處都有卑力無恥的人 要懂得保持距離 任意人的相處相遇是緣分 要保持高興的心情 就像今天 彼此的貪圖 進退得已 你 想必你也是出自於好人家 比如說像這種 這種會進入到 因為當然 Goletti沒有對他做過什麼樣的評論 他就是寄出了優人 到處去的時候 其實他對世界對他是一樣 他就沒有什麼閒暇去看 看這個世界到底他的差別在哪裡 那這個也可以 因為我看到這段設計上 我會有一個自我的提醒 我如果千萬元移動的話 一定要去看看其他地方 那萬一 因為我們旅行都有關係 比如說以前我們有說過 因為在國外生活都會 有時候會當 幫人家做導覽 做個導遊 然後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因為大家都帶著慣性去旅行 那帶那個慣性去旅行 也沒什麼不好 就是 可是就是 他不願意嘗當地的菜 他會害怕 即使在一個很文明的地方 他會覺得 我一定要去中餐館 一定要去 比如說 一定要吃熱食 冷的他沒辦法接受 麵包啊 等等沒辦法接受 然後他 吃青菜怎麼會 青菜生人對身體不好 比如就像這樣 你會發現到 人是帶著習慣去旅行 可是也是因為帶著習慣去旅行 會因為習慣 讓自己的事業慢慢變小 他只是 只是多 收集了一個 旅遊景點而已 可以告訴我 我去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然後可以跟別人 談同樣的事情 那這同樣的事情 實際上是 沒有個人經驗 這是有趣的地方 那 那因為 在這裡 到結束之前 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我們我們有專門請那個 劉濟啊 藝人出版社 帶了20本書 來給大家 然後 歡迎大家可以 有興趣可以買來看 對啊 因為 網上目前也不會 沒辦法下載 好 然後是七九折是 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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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幾折 七九折 七九折是跟那個 那個成品一樣啊 老闆娘 老闆娘 然後還可以在這裡 還會待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歡迎 大家可以彼此留下